一个摄影师,星期一在电视台大楼的厕所撤死,死后确诊身型肺炎,电视台大楼全面消毒,为所有职员检测。 至今最少有9人初步确诊,包括主播、记者和行政人员。 近一个月的死亡个案之中,有近1成2的人在宋远之前死亡,主因是血氧。 卫生当局说,当患者发现血氧浓度低,再去看医生时经已太迟,会尽量将确诊个案,安置在检疫中心和医院。 中美洲国家萨尔雅多,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国家将比特币纳入。